中文字幕——YK 我和莫子恒确实有血缘关系 陌生人 不输 只听说 他早年就以自诩为书香市家的墨家角力 独自下海经商 入陆续续赚了不少钱 而这些钱 现在大部分都投资给了剑蓝谷研究中心 中文字幕——YK 你很好奇 我为什么也会出现在那场拍卖会上吗 不是 只是我比较想向你说清楚而已 你应该还记得中万宴吧 别紧张 其实 中安宴和现前跳楼身亡的许名一样 都是我的病人 你能理解吗 作为医生 我比谁都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如果谁想要加害他们 那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我没理由做事不管 中文字幕——YK 我在拍卖会上拿到一份名单 经过派查 暂时确定了中安宴手里那份药物的来源 于良 我们应该都对这个名字很熟悉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放心吧 我没那么满不奖励 在我看来于良也还是个孩子 我更倾向于他并不知情 这么做也是出于好意 其实很好理解 这种并非正规游道受卖的药物 只能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因为没人能确定这根稻草是否牢固 所以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般不会轻易去尝试 对孩子来说 最绝望最走投无路的情况 通常到最后都会和父母有关 只要父母陪在身边 他们的眼里就永远留有希望 中安宴的病情急剧恶化是在父母离婚 众向上失踪之后的事 带入孩子的视角 他大概觉得生病的自己是个脱油瓶 只有病好了爸爸才会回来吧 你不这么觉得吗 少爷 时间差不多了 抱歉 待会儿有位客人要来 我让奥基尔先送你回去吧 我让你帮你帮你帮我 少爷 情况如何 就那样 奥杰儿 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让我不用担心吗 按理来说确实如此 但是少爷恕我直言 刚才您的某些做法 我实在是有些无法理解 说来听听 如果您真的不想被小姐怀疑 没理由不说实话 只是让家庭医生查看伤情 这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完全没必要让小姐回避 您偶尔也得放下自尊 有所取舍 少爷 现在还不晚 只要您没有改变主意 还和之前承诺的那样 能原谅我任何自私的决定 就还有机会 也得放下自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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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擅作主张 如果小姐内心 还有放不下的疑虑 那么可以试着 在今晚九点的时候 打开这个按钮 虽然不能保证 让全部的问题 都得到解答 但至少 能让您更加了解少爷一些 感谢观看 快点 等等 轻点 奥吉尔 这究竟是什么药膏 怎么闻起来 有些像是蜡油 这就是下午家庭医生 过来拜访石榴夏的 产自斯沃尔特的药膏 伤口开上去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就这样用纱布绑起来吧 请您再忍忍少爷 这才刚刚开始 假如您还想要自己的胳膊 就不能这么焦急 焦气 浩吉尔 你真是越来越会找形容词了 把它给我吧 不过是上药而已 这种小事我自己也能做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